107年后巴拿马终于与台湾分道扬镳 当地时间6月12日 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拉 在国家电视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上 正式向全世界宣布 巴拿马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面对这一新的关系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在英雄时表示 中巴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居 这八个字点出了此次建交的精髓 很多人看到建交 先想到的是敲打对岸 其实也不止是如此 毕竟巴拿马这个国家 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 将近三年前巴拿马运河通行100周年 之前有记者到中国银行巴拿马分行采访 一接之隔的对面就是台湾驻巴拿马大使馆 当时的中国银行分行正张罗着搬家 办公室里有点乱 不过与可能马上也要搬家的台湾大使馆不同 中行是要搬去新闻店 那几年激增的业务量 已经让这个1985年就在此设立的机构繁忙不已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为什么会在30多年前 就在一个非建交国家设银行 答案是因为世界桥梁 巴拿马运河作为国际交通要道 巴拿马运河承载了全球5%的贸易货运量 每年有超过14000艘船穿行这里 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东海岸及墨西哥湾的货轮 必经此地通过巴拿马运河上海到纽约的航海里程 可以由替代航线的27000公里缩减至18500公里 节省了大量的运输时间和成本 用一位同志的话说 你在纽约超市里看到的中国制造 几乎都是通过巴拿马运河过去的 在运河拓宽之前 每年3亿吨的货运通过量中 来往中美的货物占到近30% 美国中国分别成为巴拿马运河的前两大用户 而密集通过运河的中美翻轮航线 则成为两国贸易的见证 货物意味着丰厚的收入 一艘巴拿马型集装相传 通过运河一次需要缴纳37万美元的通行费用 早在两年前 中远一家公司一年就得交1亿美元的通行费 同时在巴拿马的科隆自由贸易区 众多中国商户和中国商品 也支撑起科隆这个西半球最大的自由港 该区内交易的商品超过70% 来自中国 货物不但满足了巴拿马的需要 更分销至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委内瑞拉 古巴 雅买加等多个国家 然而巴拿马运河并非一家独大 而且未拓宽之前的巴拿马运河 只能通行在销量 在5000T1EU以内的货轮 在销量在此之上的货船 往往要另觅他处 这就大大削减了巴拿马运河的竞争力 国际航运格局的变化 也让巴拿马政府充满了危机感 燃油成本上涨 航运公司更倾向于用大船降低成本 2007年时 亚洲至美东海岸服务航线90% 通过巴拿马运河 但现在选择巴拿马和选择苏伊士的航线数目 几乎是1比1 为了提高货船通过量 巴拿马运河破宽工程于2016年6月26日竣工 当天中原海运集团货轮幸运抽到第一艘 成为当天唯一一艘通过新建水闸的船舶 看到这里就不难明白 为什么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在讲话中说 巴拿马不能忽视中国的重要性 中国对巴拿马而言是正确的选择 就在几天前 巴拉雷刚刚出席了巴拿马科隆集装箱港口 项目开工仪式 山东兰桥集团去年拿下了这一项目 这是全球首个按照新巴拿马运河船闸设计 和建造的集装箱码头 建成后将成为拉美地区最大的港口 堂堂运河第二大用户跟运河所在国没有外交关系 长达数十年 你觉得这是他正常吗 所以马英九说断交这是遗憾 但不意外 真的是大实话 之后台湾当局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在发布会上表示 巴拿马罔顾多年情义 无视台湾多年来在各方面对巴拿马的援助 因为经济利益屈服于中国大陆 台当局的郁门之情 隔着屏幕也能感觉到 毕竟去年巴拿马运河拓宽工成竣工启用仪式上 蔡英文可是做上宾 不过如果将中巴建交归位经济利益驱使 那格局未免有点小 台总统府秘书长吴钊燮对媒体名言 这两周以来都不停有警讯 驻中南美洲多年的媒体人郭篤维也表示 上个星期他在台北 就有人跟他说大陆跟巴拿马双方谈的差不多了 如今传言成了反上钉钉的事实 有警讯 但没有应对办法 印证了台当局的加倍无能 此前在台湾剩余的21个邦交国中 范蒂冈和巴拿马的地位最为重要 前者有欧洲和宗教因素 后者则是台在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外交影响力的标杆 因为巴拿马清末 民国前一年就与中华民国建立领事关系 是邦交时间最长 也是最重要的国家 历届台湾地区领导人上任 无论是背地的经缘或者面上的出访 巴拿马都是重镇 是台湾加码在加码的地方 如今巴拿马最终弃台而去 终止了长达107年的邦交关系 蔡英文上台后就是不承认九二共识 两岸在台外交问题上的默契极告终结 下一步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步显现出来 其他拉美太平洋的一些国家会不会有样学样 有权威人士就透露 接下来范蒂冈非洲的两个国家都可能跟台湾断交 自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开始 台的邦交国们或将运续回归一个中国原则 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跟台湾保持民间的非政治性的关系 这才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虽然对外交战线的进一步收缩 高度敏感起来 但当局的主事者仍然嘴很硬 他们典型的策略就是让大陆来背锅 比如发起新一轮反中的民粹 把部门参与国际组织断交的事都怪罪到大陆头上 蔡英文更是在声明稿中直言不讳的嚷嚷 为了维持两岸和平稳定 台湾已经善尽一切责任 但大陆的做法已经冲击了两岸稳定的现状 台湾人民无法接受 并表示绝不会在威胁下妥协让步 究竟是谁冲击了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 典型的贼喊捉贼的节奏 蔡英文还话里有话 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个盟方 但我们拒绝以金钱进逐外交的态度不会改变 对此外交部长王毅说得非常清楚 巴拿马很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愿望 希望跟中国建立良好关系 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做的正确的事情 我们的谈判很顺利 巴拿马方面没有任何犹豫观望 没有任何的前提条件 也没有任何交易 厌不下这股怨气 那也怪不得别人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 迄今没有任何突破进展 手上没有筹码可以对抗大陆 即使独派台南市长赖清德 喊亲中爱台 蔡英文也跟进 结果现在照出原形 有人说如今的蔡英文 邦交国守不住 现在只剩下此顶压力一条路 蔡上任第一个出访 国家就是巴拿马 在巴拿马参观运河时 他写下见证百年基业 携手共创荣景 署名中国民国总统 引发一时轰动 如今百年基业毁在他的手里 携手共创成了明日黄花 小英的压力可想而知 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说 如果是国民党执政 保证被丧权辱国的狼牙棒 打得满地爪牙 如今邦交国一个接着一个掉 忽然发现 民进党主张台独的终极奥义 就是要让台湾一世独立 变成亚西亚的孤儿吧 国民党立委蔡正元的话 就没有这么调侃客气了 他奉上六个大字 不会干 赶紧滚 应该代表了一部分民众的心声 有人为蔡出招 蔡英文要设法转移注意力和内部压力 目前看起来正面对抗中国大陆 不太可能要创造新议题 争取国际认同来转移焦点 减轻或减缓巴拿马 断交对蔡当局的冲击 如果不打破 台独的直语账 在对外空间越来越窄的问题上 将继续无能无力 但啥都没用 承认九二共识 就可以打通台湾 向外走的人都二迈 如果不思悔改 可以断定 类似的耳光 可绝不止台八断交这一季